其实深圳也有过坐冷板灯的时候 有有有 我第一次去那个 海选就是参加好声音 然后我们是一堆选手坐在那 因为我是真的非常内向 我特别害怕别人 就是可能那个时候 连招呼都不太敢打 所以我就坐在最角落 然后就一个个进去试音 然后就从大概中午 等到了晚上十一十二点 所有人都已经试完了 哪怕试了四五遍 然后最后选管就说 你带的选手呢 我当时就 我还要带选手吗 所以邱怡的状态我特别理解 就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 打破那个尴尬 我甚至不知道怎么去开这个口 所以后面怎么打开的呢 我就告诉他我是选手 哈哈哈哈 而且我发现坐冷板的时候 一定要自己找事做 对 你得自己发热 你得是一个自嗨锅 把板凳烤熟 哈哈哈哈 何老师应该没有经历过吧 哎呀还真的是 我我最我最冷板凳 就是疫情期间在家里 我在疫情期间的时候 我就是没有不录节目的时候 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 自己安排自己 我每天把自己弄得特别忙 我学做菜 健身 找乐器 然后画画 然后看书 就每天可忙了 现在学会几个乐器了 我会五个乐器 哇塞 五个乐器 效率也太高了 空灵鼓叮叮叮叮 哈哈哈哈哈哈 优克莉莉我会弹两首歌了 然后口琴 口琴我会一首歌 三脚铁的那个 没有三脚铁 然后还有那个 拇指琴叮叮叮叮 对 哈哈 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